很好吃啊 難道我真的帶回香港 鮮甜 你可以不用咬 拿一條來頂一下頂一下 然後舊魚就融化了 港幣60元 你就可以有一匹黑毛和牛 人生吃過最好吃的鮮啤梨 沒有誇張 魚沙是滿舌的 很好吃 我可不可以遊去再買 歡迎回來收看To Do Chris 我們的旅行系 終於都由東京飛到大阪了 來到大阪 大阪想吃魚山的話 一定會想起黑門市場 但開了關之後 我已經聽到很多人說 現在的黑門 是超多人又超貴 所以我們今次決定 skip了它 整個大阪 一定做好地方吃魚山 今次讓我們找到一個 完聖黑門的本地人魚市場 和果欄 它就是木津市場 簡直是我這個旅行 最驚喜和最滿意的旅遊景點 它的水果和魚山是世界級好吃 而且超便宜超便宜 這條片我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我會帶大家走一次木津市場 推薦一些我發掘到的水果店和海鮮店 讓大家進去不用盲中中 買完之後我就會即場試吃 最後我還會帶大家去吃大件夾底食的海鮮湯 事不宜遲 讓你們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我的鐘就立即出發 要來木津市場 真是超方便的 我想大家大多數都是住在梅田和南坡 只要搭地鐵的藍色四橋線 搭到大骨丁站就可以了 梅田過來都是10分鐘車程左右 南坡過來就只有一個站 下車之後找1號出口 轉個彎直走就見到木津市場了 早安 我們剛剛在大國丁站走過來木津市場 只需要2分鐘的時間 如果大家去驗黑門市場的話 這裡就很適合你 因為這裡其實是for locals 黑門市場其實已經預期到 全部都是外國人遊客 但這裡其實是一個批發的魚市場 再加蔬果市場 當地住附近的主婦和學生都會過來吃東西和賣菜 其實這個市場就分了三區 會有魚市場 會有蔬果區 以及有乾貨區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魚市場 一進來木津市場 最先經過蔬菜區 雖然不會買菜在這裡煮飯 但看到一些日本蔬菜又大又美都覺得很吸引 你看看薑和蓮藥 多漂亮 多乾淨 如果我在這裡煮的話 真的會經常來買菜 還有有沒有發現 這個市場的地下是超乾爽 很乾淨 可能因為這裡是梳果區 真的不會有水質 很乾淨 走得很安心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為什麼我剛剛說看了海鮮 但又遲遲都未到呢 因為日本水果真的很美 走過真的忍不住停下來要先選擇 以下這間水果店我真的非常推薦 除了水果又便宜又甜 店主還要超級好客 我真的買得很開心 我們馬上去看看吧 我們來到這個小林商店 這裡是專賣當地好士林的水果 我已經看到我這次來的目標 就是我很想吃一顆白色的士多啤梨 因為這麼久以來 我還沒試過淡雪的味道是甚麼 我看到它是油的 但它沒有一整合都是淡雪的 它有一個是混合的 它有一個是整排都是淡雪的 混合的會有一個白色 淺粉紅色和紅色的 那究竟買純白色還是混合的呢 它的包包的設計超方便 完全是給你整盒抱進去 然後這樣手抽領 很高興 很高興 其實現場還有其他士領的日本水果 但我們去到二月 士多啤梨最多的 所以我們只買了幾盒士多啤梨 就沒有選其他 還有這間水果店的店員 每一個都超親切 很歡迎遊客 還要即場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等看影片 看來這裡你訂閱了嗎 我們現在來到魚市場這一邊 看到有凡阿貝和賀來達 就馬上買了來試吃 其實這裡是可以馬上吃 它切好的刺身 它可以給你帶子和醬油和芥末 待會出去試吃 我們今早9點半才來到這個目的地 所以如果大家想多試看東西 其實越早來越好 因為木樽市場是凌晨5點就已經開了 到10點11點就已經關了 我們現在是早上10點 你見到魚市場很多店都已經收了 還有兩三間正在開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迫在這間 因為這間可以即開生蠔和即開尺背吃 我們點了兩隻生蠔和兩隻尺背 待會試試看能否鮮甜 它正在切開的尺背 切完出來還在動 買完海鮮和水果就可以出回市場中間的area 它有個休憩柱給大家開餐 好吃 真的好吃 很鮮甜 又不是很鹹 又不是太多海水味 好吃 吃多一點 我們吃 看起來其實它的特色 它的色質是較佳 但我們一做就無LA 誠便吃太多了 馬上試試 鮮 甜 不臭味 看起來它的色質真的沒有其他 黃色 所以我本身是有點擔心會有一點點腥海水的味道 它的質地好像入口即溶,好像在吃甜甜的奶油 接著就到我很喜歡吃的新鮮飯臘杯 這個是1400日圓 已經有一盒,一盒裡面有6粒 你看到很鮮甜很肥美的樣子 我試試是不是真的這麼棒 我先嘗試不蘸醬油 很爽口 但是我嫌它的味道不夠突出 好吃的,我先蘸醬油會不會好一點 蘸醬油好多 蘸醬油,整個帶子的味道就會走出來了 如果兩個比的話 因為剛剛的海膽太驚艷 沒有想過這麼甜的味道 所以這個帶子是你期望的 但是不會說 一定要來吃這個帶子 就到這個,只有600元一隻的尺貝 即開即食的尺貝 這個很大隻,我先咬一半 嗯,即開果然是不一樣的 這個爽口和彈牙的感覺 完全不像吃一個 香港會吃到的刺身的口感 很彈牙 我們剛剛看見還有一間在買拖羅 只有這間可以買 它有三個級別 這一盒是剩下最貴的一盒 就是4320日圓 我看到它有脂肪看起來比較漂亮 其實那兩盒都是赤身 我就不試了 所以直接買這一盒試試 應該是中拖羅來的 不點豉油 也很新鮮 沒有筋 但我擔心 點豉油更好吃 點豉油更好吃 真的點好少好少 整個拖羅味走出來 它沒有那個結味,很幸福 看看多大顆 而且是逐顆包著的菊池士多啤梨 那這裡一盒 其實只是3,800日圓 所以其實為港幣200日圓 比較鬆 但是呢 如果在香港要買到這個尺寸 這麼多粒的話 至少要五百多至八百元不等 那現在我就馬上試一粒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甜 選哪粒呢 這粒吧 它是另一粒好像 是假的 不用洗 對日本很有信心 這個很好吃 這個 我好像在吃有香水味的士多啤梨 是零酸味 很好吃 可不可以遊戲再買 很好吃 很好吃 但其實呢 剛剛試完那個菊池的士多啤梨 我覺得已經神台級的好吃 我沒有人生吃過最好吃的士多啤梨 沒有誇張 但這個淡雪究竟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來自內涼的一個sta啤梨 這個淡雪是一盒 兩包就5500日圓 那位到港幣 三百三十元有兩盒 其實比起香港一定是便宜 可能香港三百三十元只有一包 對 只有一包 那我試一下 但是聞下去就沒有剛剛供詞的士多啤梨香 都好吃 很滑 真的很滑 我沒有想過可以用滑來形容草莓 但你看到裡面是順白色的 都是零酸味 而且好像真的在吃乳酸 但你問我呢 草莓香味和甜味 剛剛谷似那個是再高幾倍 但這個都好吃的 只不過是有對比有傷害 所以這個故事就教訓大家 一定要早點到 還有看到就好買 不要猶豫啦 其實我們剛剛吃的刺身和水果 都只是前菜 終於都打大佬吃我最期待的海鮮丼了 剛剛那個結尾比你已經失敗了 結果呢 還有另外一個壞消息 我們剛剛上去安康園 草莓大帽 出來打算排海鮮丼 但來到的時候 已經截籠了 剛剛排前我們那個哥哥仔 就說已經截籠九個字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吃的話 十點三真的要排 否則他買完當日的魚 就不會再有得再吃 所以截籠了 我們就唯有隨便吃 旁邊那間的壽司 進來當然是吃了這個大拖羅 再加海膽 再加三文魚子的湯 幸好它的飯太大分量 但是它的魚沙是滿寫的 也是滿寫的 那我試一下這個大拖羅 是好吃的 剛剛外面吃的那個拖羅 多很多 因為這個大拖羅 真的是入口即溶的感覺 一點筋都沒有 而且還是沒有香味 很肥 很鮮甜 淡淡脂肪 嗯 好軟啊 你們感覺到它慢慢散開的感覺 你可以不用咬 如果拿條來頂一下頂一下 舊魚就溶了 很好吃啊這個 我看看海膽這個甜點 還是剛剛甜點 這個海膽味還要出 剛剛那個海膽是零水味 零海水味 是甜的 但這個海膽味再出一點 一樣都是無聲的 而且它的色澤是更金黃橙 剛剛外面那一盒的 這個還好吃 這一間 吃完魚生飯 現在有些時間 我們就看看市場裡面的熱慕用超市 看看有些什麼帶回香港 你看看這批黑毛和牛 吃火鍋用的 989日圓 1000日圓都不到 不用港幣60元 你就可以有一批黑毛和牛 香港這一批的話 起碼200-300元 走不掉 很划算 但是沒有機會在這裡吃 沒有機會買回去煮 因為酒店不能煮 如果你是住民宿的話 真的可以過來買這些食材 回到民宿自己住 其實是更划算 好大 我頭那麼大的野菜 因為這個其實是熱慕用超市 所以它每一樣東西的尺寸都是超大 但是香港賣的尺寸的話 起碼40元以上 日本產的話 所以這裡你會看到 全部都是賣熱慕用的調味料 食材 所以是 如果你有心托的話 可以托的 或者你在外面的街市 因為現在我們吃完海鮮飯 已經快到了12點 所以裡面的街市的檔 基本上已經關掉了 如果走完之後 裡面吃完東西 就可以過來這個業務用超市走 雖然它都是給批發的 但是零售的人都可以進來買 綜合來說 木樽市場10顆星滿分 我會給8顆星 因為水果和海鮮都很便宜很新鮮 加上環境很舒服 不會很窄很擠 而且很近市區很方便 但如果要講缺點的話 就是你一定要很早到 因為店舖都很早關門 如果遲了的話 來到就可能什麼都買不到 就吃不到海鮮丼 而且貨品種類是沒有黑門那麼多 如果你想吃肉 甜品那些的話 黑門市場就會多選擇多很多 而且大家都不一定要去 最多人說 最多人排那間海鮮丼專門店 其實旁邊那間都一樣那麼好吃 即使排不到也不用太失望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下一集我會帶大家去京都吃藝術的米芝蓮拉麵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